大家好 欢迎来到Crash教学 简单易学的Crash程式设计 那我们今天所要练习的是博说其舞 也就是说 用 Crash程式 然后加上背景舞台 找一位舞者 随着音乐 来变换造型 做出跳舞的动作 好 请各位先到 Crash设计的网页 那我们 先 设定舞台 在这边选择背景 室内 请各位选择一个舞台 比方说像这样子的舞台 像这样子 看你喜欢哪一个舞台的效果 按确定 接着 把这个角色按右键删除 猫咪 按右键删除 然后 增加一个角色 选择人物 那我们要找的是会跳舞的人 所以 要找那个 HitHub 或者Dance 像这样子 他有动作的 动作的人物 好 那我们选择一个跳舞的人物 看你要喜欢哪一位 接着 按 确定 然后把它移动好位置 那如果觉得太大了 可以用缩小这边 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设计它的动作 在事件 选择点击 控制 循环无限次 好 看一下 那我们要换造型 而且 每0.5秒就换一个造型 接着搭配音乐 好 我们现在 外观 造型 造型 换成下一个 控制 然后 等待 您可以先用 0.5秒试试看 好 现在它已经在动了 好 顶下来 那接着 我们再用一个事件 律期被点击 然后控制 循环无限次 音效 那现在我们还没有音乐 所以要选择音效 那原来这个 可以先把它关掉 好 在范例中 挑选音乐 可以选择 音乐循环 然后 播放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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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你喜欢 用来这个音乐 嘿 好 拳好以后 因为它更 如果你一下 要选完 它可能会有这种 不错误的事情 好 再看 看 那我们再重新再挑选一次 音乐循环 选择一种音效 好 选好了以后 按确定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0 好 那我们在层次这边 软滑五线次 就可以播放音乐到底 这样 然后先试试看 看看它的动作的快慢 跟音乐 有没有搭配 可以再去调它的快慢 如果时间少 它的跳舞的动作就会比较快 好停 那你也可以把它加上舞台的变化 在舞台这边 事件 绿齐被点击 控制 循环无限次 在外观这边 我们可以改变 颜色效果 让它每一次 都可以 先看一下 它可以闪烁 分光闪烁 如果 数字少一点 分光的闪烁 就会慢一点 好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简单就可以完成 以为角色跳舞的动作 还有舞台 声光的变化 那我们今天 就练习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